台湾丰富多元的美食 一向是吸引国外游客来台湾旅游的重要因素 餐饮业者呢 也努力的把一些料理做得更加的精致化 有一场台湾优质餐厅评选活动当中 再次看到了我们国内餐饮业惊人的成长 台湾的在地食材丰富 独特性又很强 可以变化的创意料理 越来越令人刮目相看 除了具备国际水准的台湾精致美食 国内餐饮业现在更需要有美食人的专业服务精神 成为台湾经济的新势力 台湾技术不缺 缺的就是怎么样去把我们广宣还有语言 让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菜肴的同意也是我们制作的一个重点 近几年台湾的餐饮业发展相当快速 不只是在台湾 这股力量已经蔓延到海外 国内不少知名餐饮连锁业 已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在一场台湾优质餐厅停手后上 就有十家品牌获得杰出国际展变奖 我们会坚持台湾小吃 台湾的家常菜 也就是妈妈的味道 以及台湾的宴席料理 拌动 然后再如果有这个机会 跟全球的爱好美食的朋友 我们共同来交换 让大家来分享我们台湾的饮食 台湾特色美食多得不胜美举 蓬勃的餐饮业 不但带动了国内的经济成长 也成功输出国外 成为餐饮界的台湾之光 东西新闻刘沛海 能达发台北报道 好 天气变冷了 我们来喝喝一些热汤暖暖身子吧 这次有饭店业者推出